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加入今天的国际plus谈春球 我是节目主持人谭一伦 好我们今天依旧要先来介绍 跟我们对谈的是国际新闻记者黄珍宜 珍宜好 一伦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持续要掌握当然是乌尔战争 因为5月9号这一天是俄罗斯的胜利日子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那过往都会有这个阅兵 红场阅兵仪式是一个大看点 但今年好像没什么看点 因为草草6分钟就结束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展示的坦克 只有一辆T34的坦克 然后也没有战机的空中分裂飞行 但是当天天气还算蛮好的 所以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取消原因 好大家就说了 真的有规模缩小吗 我们来看往年 往年他们都有数种更新型的坦克 来伴随T34坦克出场 那战机进行空中分裂飞行 还有直升机会来进行飞行表演 所以非常盛大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国庆类似哦 只有一辆坦克还是一个二战时期的 跟过往这么热闹比起来真的差蛮多 好那这个俄罗斯官媒塔斯社说 我们的这个阅兵仪式有展示125件的军备哦 那大家可能都没有发觉吧 所以他就赶快把它写出来 有新型的装甲像这个VPK等等 然后S400 然后伊斯坎德尔M导弹系统 然后还有像是这个洲际弹道导弹系统 是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系统 然后新型的飞标型装甲车 还有这个T34 刚刚我们说的 就大家唯一比较focus的这个坦克 好所以现在这个俄罗斯 大家就认为说跟过往比起来这个差很多 是不是因为战争的原因 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胜利日阅兵缩水哦 我觉得这还不是让普清最头痛的一件事情 更头痛的是这个瓦格纳的领袖普里格金 又在这一天放话了 我们知道他常常就是变来变去 那这个瓦格纳的这个普里格金呢 他在这一天说了什么呢 他说哦俄军呢某一个单位逃离 临阵脱逃逃离了这个乌东巴克姆特的阵地 而且让前方的这个士兵呢 暴露在险境中哦 那他特别讲到说 为什么会有这个俄罗斯的士兵脱逃事件呢 是因为他们的指挥官哦 下了一个很蠢的这个 算是有这个犯罪的命令 让他们赶快逃脱 而且他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没有能力来捍卫国家 变得是我瓦格纳要派人来捍卫国家 而且还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就是说乌克兰的军队呢 已经成功袭击了俄罗斯的边境地区 哇这真的是完全是在胜利日这一天呢 给普清漏气了 那他还举出了一些其他的 普清听了应该也不是会很开心的话哦 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俄罗斯的高阶将领哦 是在欺骗普清啊 就是没有把真实的 战场上的情况反映给大老板知道 另外呢他还说哦 这个俄罗斯媒体播报的都是 俄军攻击的情况哦 以正面的角度来美化表现 所以说好像让这个俄国的民众 然后包括这个俄国的总统普清 都被媒体或者是他的高阶将领 都给全部欺骗了大家都以为好像俄罗斯打胜仗 有这个错觉啦 好媒体试读时间到了我们来思考一下普里格金说的话 他说这个俄罗斯高阶将领欺骗普清嘛 但他不是跟普清很好吗 一通电微应该可以讲清楚状况吧 但不知道双方的沟通管道是不是还畅通 让大家觉得扑朔迷离的地方 所以普里格金说的话大家也要思考几分哦 不过我觉得他真的也是蛮感的哦 对于这个胜利日这么重要的节日哦 他居然也开酸说 不知道庆祝什么胜利日 莫斯科晚间释放绚烂烟火 民众拿手机狂拍似乎忘了 目前还有血腥战争 全球各界持续热议白天的阅兵室 因为今年俄罗斯只派出一辆二战时期T34老坦克现身 往年一同参加阅兵的T72 T80还有T90等通通没出现 今年俄罗斯仅展示十种不同武器 红场上空也不见战机飞行 就连参与游行的士兵都只有8000人 创下2008年以来新低 而被普清忽来换去的白俄总统 卢卡申科这次也有出席 但他一脸疲倦 还缺席之后的餐宴 健康问题引发联想 瓦格纳佣兵领袖普里格金 谈起胜利日更是酸度破表 俄乌战争一年多又有记者在前线死亡 这次遇害的是法新社记者索丁 他在乌东城镇查西夫雅尔遭遇抛袭葬命 截至目前在乌战争中 遇害的媒体人员已多达至少11人 好 俄乌战争打了一年多 现在其实双方都要来增加一些军备的能力 那我们来看到的是乌克兰这边 乌克兰他们这边说呢 他们要成立八个无人机的打击联 其实我们在前几天就有讲到说 这个春季大反攻前夕 他们就是出动了蛮多无人机 到这个俄罗斯这边来袭击 但是这个乌克兰这边是没有承认的 好 那接下来呢 这个他们有一个数据化转型的部长 也讲到说 他们要筹这个无人机的打击联吗 蛮多的这个经费 是从这个募资平台来募集到的 那他讲说呢 这些无人机全部都是乌克兰制造的 那目前乌克兰军方的当务之急呢 他们是要提供其他的部队有相同的技术 让更多的乌军活命 这是乌克兰这边 好 那我们来看到的是俄罗斯这边 俄罗斯这边他们有一个目标想要达成 是希望说每年的年产 坦克的年产量要达到1500辆坦克 那这个是俄罗斯的前总统梅德维杰夫说的 那但是俄罗斯的我们讲说 国营媒体讲的比较是会符合这个领袖所说的话 但是如果是独立媒体的话 他就会给检视你一下啦 他就说这个照这个目前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啊 整体来讲你要达到年产1500辆坦克不太可能实现的 然后他还讲到说这个乌克兰的这个 俄罗斯的这个工人其实起薪也是算说到近4万台币啦 但是其实对比他们的工作的内容啊 工作的量其实算是这个低工资的 就是说如果你要做这个金属加工类 来做一些这个国防的武器的话 还是比较偏低的 而且这个是蛮艰苦的工作 那所以他们会有人缘短缺的情形 那这就没有办法赶上梅德维杰夫所希望的年产1500辆了 蛮难的吧 好啦那如果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就是 其他国家怎么来看这场乌尔战争 我们当然都很希望赶快结束 但事实上就是很难 所以这样子的期待我们也是期待而已 好那欧盟的驻华大使哦 他最近在一个活动上也正好是5月9号胜利日这天了 他就讲到说泽伦斯基跟习近平通话 他觉得是非常积极的一步哦 那欧盟希望中国可以进一步的为达成和平来提供更多的协助 那包含让俄军撤出乌克兰结束乌俄这场战争 所以关键点或许还是落在了我们的习先生身上 我们知道他讲的这个习近平跟泽伦斯基的这个积极一步 就是4月26号他们两个通话 尤其中国大会后来又说嘛 承诺派遣特使到乌克兰 那后续好像大家对于这个讨论度没有这么高哦 所以可能还是要看看后续有没有什么比较积极具体性哦 不然常常这个习大大讲的都是比较空泛一点点 有一点指纹楼梯响的感觉 对不知道谁在哪里好 但是3月习近平也曾会见过普钦 所以或许这场结束的战事可能真的关键人物就是习大大 所以大大要加油 好那这个欧盟驻华大使也有在讲说 这个中国修订了反间谍法 所以不利于经济开放 他讲的是一个比较中国大陆目前的状态啦 但是我觉得他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 现在这个中国你可能不能忘记你所说的这个和平 有点在提醒的味道比较多 好不过我们刚才讲的不是俄罗斯的这个大阅兵吗 其实他们同时也对乌克兰展开了空袭哦 那像是乌东的巴赫尔姆特在24小时之内 能想象吗 他们遭遇了400次的空袭 基辅市区警报大作防空系统启动 夜空中看见红色光点随后就传来一阵阵枪炮声 又是来自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击 夜晚看不清楚 直到天亮才看到基辅市中心大楼被轰出一个大洞 有人被吓哭 有人还处在震惊当中 不敢相信自己的家瞬间就被消掉一半 俄罗斯在当地时间5月8号发动了一波60架自杀式无人机攻击 这当中有至少35架是锁定基辅而来 而在南部的海港城奥德萨就陷入一片火海 红十四会的人道救援物资通通被烧个惊光 乌克兰从南到北都被攻击还没完 在当地时间5月9号清晨又是一波飞弹攻势 就在乌克兰 随时可能反攻的紧张氛围下 俄罗斯是不断猛攻 激战区巴赫姆特传出24小时被轰炸了400次 说战时不撤的瓦格纳公布了和乌军近距离火火的画面 乌克兰坦言还是守得非常辛苦 那到底何时要反攻呢 乌克兰政府持续卖关子 只说随时都可能启动 这样的气氛之下 赫尔松里的二战区还突然开始撤离民众 夜里出城车流大排长龙 还有俄军出动 每家每户的去敲门 强制民众撤离 而赫尔松更是才刚结束了 三天五十八个小时的宵禁 气氛诡决 就连CN团队到前线采访 也在乌克兰政府的要求之下 限制重重 确切的位置和军方的行动 都不能详细报道 就怕泄露反攻布局 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肖伊古 更是亲自到前线视察 要稳定军心 不过乌克兰对反攻保密 恐怕也是要加大俄罗斯的心理压力 乌军表示俄罗斯派越多兵到前线 反而会让补给越来越困难 另外欧盟执委会的主席范德莱 再到基辅 要在俄罗斯庆祝二战胜利日时 乌克兰这一天是要庆祝欧洲日 誓言他们永远对抗俄罗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关心的是 德国跟中国方面的关系 最近中国大会的外长秦刚 跟德国的外长贝尔伯克他们有一场会谈 其实秦刚他就批评他就说这个欧洲提出说对华合作要所谓的去风险 大陆这边认为是说这等同于是去掉了你的机会去掉了合作 而且他说任何希望台海和平的一方都应该恪守一中原则 大陆外长秦刚三个月内第三次会晤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这一次主要是为了即将举行的第七轮中德政府的磋商做准备 针对乌俄战争大陆强调中国和德国以及欧洲之间 不应该把正常的经贸投资合作犯政治化 更不能人为干预市场 中国和德国外长也针对了台海问题交换意见 在台湾问题上秦刚强调破坏一个中国原则 就是破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就在中德双方同意加强多边领域的协调沟通 推动全球经济复苏时 大陆和加拿大正在进行互相驱逐外交人员 对此加拿大总理杜鲁道表示 加拿大不会被吓到害怕 反而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保护加拿大人免受外国干预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发言人也发声明 指责加拿大的做法严重违反国际法 也严重违反了中国和加拿大双边相关的协定 是蓄意破坏两国关系 TVB新闻萧应强陈向如综合报道 你还想知道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吗 接着我们用Googlechance来热搜一下 各地网友都讨论什么呢 那这关键字美国这边是什么 正义帮我们分析 好来看到美国 美国的这个热搜关键字呢 是这个佛州州长的名字 迪尚特 那其实就跟他比较会上热搜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他最近签了很多的法案 那这个法案其实我们之前在前几集的节目有提到 就是说有一些州呢 美国的一些州他为了要限制部分地区的人 买他们的房产或等等之类的 有做一些 我们刚刚我们在节目提到的是德州嘛 但这一次佛州是来真的 因为德州这边他一开始 他后来有被这个抗议 然后就说那先缓一缓 但是佛州这边是比较强硬的 他呢真的签署了法案 限制中国人在佛州购买房地产 那这个法案签下去呢 就变成说你是居住在 这个佛州的中国的投资人呢 不可以在佛州的任何地方 拥有任何类型的财产 包括的房屋 除非他们是美国的公民 或者是永久的居民 那不能买这个农地啊 也不可以买这个军事基地 或关键基础设施附近的地友 然后呢后来这个迪尚特 他还有签署其他的法案哦 比如说像是禁止公立的学校 收受来自中国等受关注外国大学的礼物 或和他们达成协议 这个反共的意识很强烈 因为我刚刚讲到说除了中国大陆以外 其实还有很多跟所谓他会把 跟共产主义有点关系的国家 都把它列上去 比如说像是古巴 然后这个伊朗 然后北韩俄罗斯 叙利亚委内瑞拉都在这个名单内 而且是从7月1号开始实施 完全没有在管这个华裔的人士 他可能会有一些抗争 反共就从德州开始 从佛州 佛州对不起 从佛州开始 刚才被洗脑了 佛州佛州 对那会不会再让其他的州 有这个群起的效应来模仿 蛮值得观察的 对像这次我去北海道 他们说有五分之一的土地 都被中国人买中 所以后来我们好像也警觉到这件事情 所以开始有一些法规 规范 因为中国人其实快速有钱嘛 他们会往海外置产 所以这可能也是蛮多国家很忌惮的 是 好我们再来看英国 英国的热搜话题是雷里欧塔 他是美国影星 曾经演过这个四海好家伙的演员 他在去年多明尼家 拍摄电影危险水域的时候 在睡梦中逝世 那是享受67岁 但因为很突然 所以很多影迷是非常的舍不得 那最近美国八卦媒体 就有取到一份医疗文件 那说他是死于自然和非暴力死亡 那确切死因就是心脏衰竭 呼吸衰竭 还有肺部积水 那这个关键的原因就是 他罹患了一个动脉硬化 那我觉得动脉硬化大家都听过 而且从小我们就被告知说不要太胖 因为可能会产生一些血管的问题 这就是类似的 那美国44岁到85岁民众 近半数都有动脉硬化的问题 那这是一个隐形杀手 因为他会影响你输送养分到全身的动脉 那这就是原本有弹性的血管 逐渐因为沉积物变得很僵硬 而且这个缝隙越来越小 所以血液没有办法通行过的话 就会产生致命的关键 那跟观众朋友分享不止美国 其实台湾也蛮多人有这类的 那最主要还是你的身体健康的状况要维持 不能说狂吃肥胖到一个不行 这些可能都必须要注意 饮食跟生活习惯很重要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 日本这个比较轻松的话题 我们知道说5月9号是这个俄国色胜利日 但其实5月9号在日本还有一个叫做冰淇淋日 他说为了要进店日本的第一家的冰淇淋店开幕 这个日本的冰淇淋协会 在每年的5月9号他就把它定为是冰淇淋日 那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其实在这个前几天 就是在很多的车站 就有这个协会在车站发送冰淇淋 真好耶 对 所以说就是不管 想说奇怪为什么明明是平日 怎么这个札幌的这个地下徒步区 怎么那么札幌车站的地下徒步区 怎么那么多人原来大家都是来这个里免费的冰淇淋 那他就是在6号到9号期间呢 在这个东京 然后大阪 名古 福岡 札幌 广岛 总共6个地区 一共各发放了1000个15种不同品牌的这个冰淇淋 那这个活动其实每年都会举行 那刚好今年呢 也遇上了就是说新冠疫情的口罩禁令已经解除了 所以很多这个日本的这个民众呢 在现场就是比较安心的把口罩拿下来 就在现场开吃了 跟以往这个疫情期间的这个封闭的 是完全不同的景象的 嗯 但我觉得日本人蛮爱吃冰淇淋的 对 而且会在泡完温泉之后吃一根冰淇淋 削削这个泡袋的热气 对 可是不是因为冷才要去泡温泉吗 所以我有时候也觉得蛮可爱的 而且他们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 好像可以吃冰 很冷的时候也可以吃冰 对 尤其冬天下雪也可以吃冰 好我们接下来看南韩 南韩的关注焦点是 珍怡有讲到之前我们美国的热搜 德州枪击案 对 因为这个美国德州的这个购物中心 在6号下午3点多发生了枪击嘛 那会成为南韩的热搜原因是因为 有一对30多岁的韩裔夫妇哦 跟他的三岁小孩也在这场枪击之中遇难了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5岁的孩子是重伤送医 所以这四口虽然是韩裔 但他们是美国公民 那这件事情就让这个南韩很关注哦 所以他们大家就在讨论说 这位夫妇为什么要去这购物中心呢 其实他们是为了要换小儿子的生日礼物的衣服尺寸 才在那时候出现了这个购物商场 就没想到就是发生了这个状况 那我们有讲到嘛 这个八死七伤 然后就包含了这个韩裔的家庭 然后还有一个27岁的印度裔的女工程师 然后还有就读四年级二年级的姐妹花 以及一名20岁的当职保全 那这个枪手33岁而已当场也被击毙 所以这件事情在很多美国人关注 那现在因为有韩裔级的 所以也让韩国蛮关注相关的讯息 好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香港 香港的热搜关键字呢 是Mr. Beast野兽先生 我本来是真的不太熟他 真的吗 对 我当天就发现天哪我的页面全部被洗版 对我只看到这个人我想说他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才知道 我一度想说是不是诈骗 哦 对不对有一点像 对毕竟他要做的事情 你会怀疑是不是诈骗 对 因为他说哦 这个5月7号是我生日 然后那我要来送钱给大家 你想说怎么会有那么好康的事情呢 但是他就真的常常在做这种撒钱的事情 他呢就说他要抽出这个五位粉丝 各送一万美元 然后这个消息本来还一度 诶隔一天没了 结果台湾网友很紧张想说 我才去留言说要帮他转什么 就是加入他这个活动嘛 后来他就说是因为这个IG 有把他自己的这个 呃 算是无预警的下架这个文章 但是他已经把粉丝在下面留言 他们都已经有做了记录的 而且还说活动会照常惧性 后来呢 甚至还说我要再加码五人 所以他总共本 呃 就是变成说要送出新台币大约300万元哦 那这个Mr.Beast呢 他其实算是蛮早就进入YouTube这个产业的哦 他13岁的时候就进入到YouTube产业了 但是拍的影片的时候就是没什么人看 他后来就是非常认真向上在学习说 在研究这个演算法 看说哪类型的影片呢会受到网友的青睐 他就去拍那种类型的影片 那后来的确是有让他慢慢慢慢成功喔 结果你知道他现在的订阅人数有几人吗 嗯 他总共架上现在YT有700多只影片 他的订阅人数有1.51亿 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 所以大家就觉得 哦他真的是 因为他就是那种高成本型的YouTuber 他甚至有模仿过就是那个 鱿鱼游戏 布置那个场景 然后说你这赢过这个游戏 我就给你多少钱多少钱 也是蛮 但是这个东西就让大家觉得有钱真好 对他就是砸大 砸很大的成本 然后看能不能够回收 对 然后我自己因为就很以为是诈骗 所以我就看了他页面 他很常出国玩耶 真的很好 难怪现在很多这个 比如说高中生国中生 问他们未来想要做什么 他就说我想要当YouTuber 对 那我后来有看到台湾的YouTuber 就是有在效仿 但他不是抄票 是名指 就是他很趣味嘛 趣味恶搞恶搞恶搞 对 但希望这五个抽中 都是我们台湾人好不好 真的 马上就有很多个百万富 真的 好我们接着来看台湾 台湾的热搜还是蔡天凤 因为蔡天凤有最新进展 我简单讲一下 因为他这个前夫矿港制 跟他的前大伯矿港节 还有前公公矿球 被控谋杀罪是继续 积压 积压 就他前婆婆不是本来说 好像没他的事情 只有一个什么 妨碍公务的那个罪嫌 但是后来在租屋处 有发现一件外套 上面是有前婆婆 李瑞香的DNA 所以 婆婆的涉案程度变高了 眉头一皱发现不太单纯 婆婆你原来也有涉案啦 这样 然后还有电锯啊 还有锤子 厨房的工具等 还有三十多件疑似的凶器 都在带检验当中 所以真的是希望赶快查出一个水落石出 宽圆他真相 不然他这样子真的是很可怕 对 这个是延烧了很久哦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是新加坡的热搜关键字 是I Not Stupid 那有看过这个新加坡电影 你知道他是这个新加坡电影小孩不笨哦 那之前拍了第一集第二集 现在呢这个导演 梁志强说他要来拍第三集哦 是这个魁维17年以后再推出这个系列作品 那这个制作公司呢 他就在脸书贴文啊 来讲说我要来征求这个小孩不笨的这个儿童演员哦 那他除了找这个学生之外 他也要找就是扮演妈妈的角色啊 所以他就一起在这个社群网站上面 公开来征求演员 那这个有新加坡媒体报导 他说这个导演梁志强 他认为说有必要再来继续探讨说 父母跟孩子对于教育的观点有哪些不同 那他也提醒到说小孩子其实从来都不是傻子哦 那希望透过这个新的电影 有他就描述四个小孩子的这个求学的过程哦 希望说这个父母呢能够透过这个电影能够其实更学会如何跟孩子沟通哦 那我觉得是蛮多的这个教育界的人士可能都对这一部小孩不笨三 会有抱持着蛮高的期待的这个登上新加坡的热搜 好17年后的小朋友跟17年前的小朋友应该也不太一样 所以确实有需要派到三啦 好我们看完Google圈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关注了又严肃的外交议题哦 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沙尔曼 好虽然可能就是大家对他没有到这么了解 但也听过一些他的故事 对我们看到这个沙尔曼哦 他几乎每次出现在媒体的时候都是这种臭屏臭屏 但是你听过他做的一些事情你就会有点不寒而溺 你就会变三条线这样 对想说看起来好像很和善的人怎么敢做出这种事情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曾经这个再先讲一下他在外交上面有做些哪些改变好了 这个呢其实沙尔曼他最近来讲 我们大家知道说沙烏地阿拉伯有一个新的外交动向 其实就是跟伊朗复交嘛 那跟伊朗复交我们就是想到说都是这个北京在后面帮忙牵线 跟这个世仇来恢复邦交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他是说跟埃及说要在所有的领域要加强合作 甚至跟他认为是这个敌对状态的一个叫做胡塞的武装组织 有意要来签这个停火的协议 另外呢他还打算邀这个叙利亚总统阿塞德来参加一个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峰会 这样就可以结束叙利亚这个在中东孤立的状态 这几个转变大家就想说怎么好像跟沙烏地阿拉伯以前的这个外交政策 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对哦光是从这个跟伊朗复交就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嘛 那大家晓得其实沙烏地阿拉伯以前算是美国在中东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盟友 但是因为这个油价石油的问题搞得有点不是很开心 我们看到是这个去年的十月 美国这边呢拜登他是希望说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能够保持或者是来增加原油的产量 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的通膨是一直上升的 那刚好又要其中选举了 当然是希望说油价能够稳定 那这样子拜登有一个这个政策可以让民众 就是至少我民生搞得还OK嘛 但是沙烏地阿拉伯那时候是拒绝他的 而且甚至在这个最近呢 这个OPEC Plus又说要减产 这个完全是没有再给美国面子 而且还是跟俄罗斯一起搞这一出 那还有其他这个美国跟沙烏地有一些这个嫌隙的地方呢 是对于说胡塞武装组织 因为这个胡塞武装组织我们讲到 其实在很比较早以前呢 沙烏地阿拉伯是蛮讨厌他的 那美国却把他不再列为是恐怖组织 那还支助他 对他有一些什么武器啊 这个资金什么之类的 从这边从美国这边 这个非常美国的手段啊 对 从美国这边来 那当然沙烏地阿拉伯就不太开心了 好还有一个还有几点 一个是2014年美国开始自己有开采所谓的夜盐油 那开采了以后呢 我美国的这个原油本来是要进口的 现在变成说我出口了 那我当然就是跟沙烏地阿拉伯变成是石油市场上面的竞争对手了 这个也是不利于美沙的关系的一个因素 还有一个就是2020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跟这个俄罗斯 其实在这个之前的OPEC Plus减产之前呢 他们就有说有一个这个增加的原油产量 那时候让油价崩盘 其实也让美国不是很开心哦 所以说感觉起来啦 这个沙尔曼哦 他是在去年他从王储再升格变成了首相 或者是有人称他为总理 所以他现在握有的权力又更大了 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总是笑笑的这个沙尔曼哦 有做过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我们说沙奥地阿拉伯的这个宫廷的世界 可犹如甄嬛传很像宫斗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的老爸是沙尔曼国王 有人又称为是老沙尔曼 那在他老爸还没当国王前呢 这个沙尔曼小沙尔曼 他是被策立为是第二王储 他不是第一 他不是第一 对他不是第一 那时候的第一王储叫做穆克林哦 但是这个穆克林呢跟老沙尔曼 他们是同父异母 他这个第一王储这个穆克林是沙尔曼 老沙尔曼同父异母的弟弟 对那后来呢 他就是因为他这个母亲的关系 毕竟两个妈妈不一样嘛 这个因为母亲的关系 他遭到羞辱批斗 结果他被迫要辞去王储 他就不是第一王储了 那时候的第一王储 变成是另外一位叫做纳伊夫哦 那但是这个后来沙尔曼 小沙尔曼跟这个老爸呢一起 把他弄掉 把他弄掉了 变成说他沙尔曼变成是第一王储 这个纳伊夫在2017年就被废了 哇真的是甄嬛传 他把两个第一王储弄掉 弄掉 对他变成第一王储去了 那在这个他成为这个第一王储前呢 其实哦沙尔曼他就是有一些蛮介入这个国家事务的 他在29岁的时候他就接任是国防部长 而且是就马上介入夜门内战 当时对中东这个整个市场 这个世界来讲是造成蛮大的一个震撼的 还有一个他做的一件 让他的堂兄弟就有点怕怕的事情呢 他那时候就说他要以打贪腐为由哦 然后他就把十几个他的堂兄弟都是王子哦 全部挟持到这个Riskarton的饭店里面去 把十多个王子都关在这个饭店哦 然后还把这个 所以他这些王子的这个自己拥有的一些部队啊 国家的武力 像是这个沙烏地的这个军队啊 国家卫队啊 国安内政部 哇本来是三支这个国家武力 是分散给三个不同的势力要平衡 结果通通被他收拢 那这个对财富的这个支配权呢 也通通变成是在他一个人的手上 非常的很会耍手段 功于心计 真的很强 那这个他这个沙尔曼在接 就是开始介入沙烏地的一些这个外交啊 国防还有内政他有做一些改革嘛 比如说他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呢 他就跑到美国这边来做访问 那你看迪士尼啊 苹果特斯拉 都来跟他讨论 而且他又好像搞得很西化的一样 他不是只穿这种他们传统的中东的服饰 他甚至有穿西装 戴墨镜等等 感觉好像是一个进步的象征 跟西方世界靠了 但是却在同一年2018年 发生了这一起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华游的这个记者哈少吉 在这个沙烏地阿拉伯驻土耳其的这个使馆呢 遭到杀害 然后这个遗体好像也至今找不到 但是呢最后只起诉了多名沙烏地阿拉伯的特务 也没有针对案情有什么说明 甚至这个哈少吉的儿子 还被这个沙烏曼说 我们就是很抱歉 那我希望你能够来这个我们宫里面 就是慰问你 他这样讲的你敢不去吗 就是 可是去的就死路一条坝 他就是做一个样子 做做公关 然后最后他是 他儿子是没事走了 但是这个心理的创伤还是很大 我爸爸被你害死 然后我还要陪你演出戏 真的 所以他就是这个国际的声望整个是下来了 有这个人肉屠夫之称 好那我们讲到说 其实这个新冠疫情跟俄乌冲突 其实也是对于沙烏地阿拉伯有些影响 因为这个国家 国际油价是整个往上升的 那我们讲到就是拜登就是有 让希望他说能够增产等等 他没有要理他 反而是邀了习近平访问 然后也庆祝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胜利日等等 让这个沙烏地国家石油公司 去年的获利是往上升 感觉是没有要再管你美国这边了 叫西瓜伟大兵 他要走出自己的路 他可能是他的说法这样子 好那我们提到这个沙尔曼就讲到说他很这个 有点血腥啊人肉屠夫 但是他有一些其实是跟沙烏地阿拉伯那些王子的 习惯不太一样 他呢不抽烟 这还蛮好的 不抽烟 然后也不晚归 甚至说沙烏地阿拉伯 你可以合法娶 对 娶四个太太 但是他只有一位妻子 很专行 这方面是比较是我们理解的西方国家社会的这种观念 他是这方面是比较符合的 但是他还有做一些沙烏地阿拉伯的改革 所以有部分的沙烏地的民众是觉得说 好像他会带来一些新的气象 比如说他有提出一个沙烏地2023的愿景 要针对经济社会文化体育娱乐来做一些这个改变 像比如说他要再花5000亿的美金呢 打造一个超级城市 预计在2030年能够完成 另外呢还有在体育赛事方面呢 他也是做了很多的努力 像是2021年收购了这个英超的一个球队 那卡达氏族的时候 大家还记不记得 他把阿根廷踢走的那一天 虽然说最后阿根廷还是赢了 但是赢他们实在是太厉害了 全国放假一天 他有办LIV的高尔夫的巡回赛来吸引选手 另外呢他针对这个女性的平权 也有做一些改革 然后外交政策是向东看 也就是这个向东就是向中国大陆 那所以说沙烏地想要在这个自主啊 独立性这方面都要有所提升 朝这个大国来迈进 那我们也请到了专家 是这个中兴大学国际政治所的崔敬奎副教授 来帮我们分析 这个沙烏地阿拉伯 为什么对美国会开始有的怨恨 美沙关系的改变就是 其实他最主要受到一些很重要事件的影响 那这些事件其实都跟拜登总统 还有就是拜登总统领导的美国政府 他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些想法跟理念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拜登他其实非常强调跟重视人权的价值 然后他常常常常提到就是说 在他的外交政策演说里他提到说 美国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有一些很重要的价值理念 是不能够被偏废的像自由民主人权 拜登上任以后他很很强调跟重视这些传统的美国价值跟理念 那所以如果反映在就是美国对中东 或是对沙奥地阿博的政策上面的时候 特别是我刚才前面提到一些重要事件 包含就是那个哈少吉的事件 还有沙奥地阿博在夜门内战里头所扮演的角色 最近的话又发生了另外一个事件 另外一个事件是我们知道 因为相关疫情还有就是乌尔战争 导致就是很多国家面临很严重的通膨问题 那美国也不例外 美国的通膨大概是去年的数据大概是8.9% 就是至少8%左右了 那为了要抑制这个通膨的状况 所以拜登政府很希望能够透过就是石油的增产来压低 就是美国工业的油价减换民生的那个经济上面的压力 所以他很希望沙奥地阿博能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沙奥地阿博毕竟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里头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国家 那甚至为了这个议题 在去年的夏天的时候 去年暑假的时候还访问了中东 访问了沙奥地阿博 可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就是如拜登政府所愿 因为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在10月召开的会议里头 非但没有就是做出增产的决定 还做出的就是减产的决定 这等于说重重重击的就是美国政府还有就是拜登政府 而且加上当时候其实美国正面临其中选举的那个就是压力 所以执政者很希望能够在这个经济议题上能够获得选民的支持 等于说这个美沙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衍生到就是美国国内政治的部分 所以两国之间关系的那个发展 它其实是有受到很多事件的那个影响 它涉及到美国跟中国这两个强权国家在中东地区的权力竞逐 它有一点点像中东版的就是地缘政治竞争 因为我们知道美中之间最主要的竞争可能发生在印太地区 那沙奥地阿博其实它会影响的关键就是这两个国家 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上面 那因为最主要也是因为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 就是美国认为现在最主要的议题或是国际政治的重心 就是美国开始转向在印太地区 可是所以它也逐渐减少在中东地区的驻军 或是对中东地区事务的持续的关注 不再像过去这样 那也刚好就是因为这个一销一掌 就是当美国的势力开始渐渐就是下滑或是转移它重心的时候 中国刚好伴随它自己国家经济的成长 然后就是插足中东 所以它其实是发生在一个很很微妙的时间点 那我觉得其实沙奥地亚伯它也掌握也利用了这次的机会告诉美国 就是说其实在整个中东地区里头 沙奥地亚伯是有它外交的自主性的 它并不见得一定要完全依靠美国 就是它其实还是可以就是寻找其他的就是伙伴或是同盟的国家 比如说像中国像俄罗斯等等 所以它也掌握这个时机点 然后像美国释出这样的那个政治讯息 好我们看完沙国之后 接下来要讨论是在空中飞的交通工具 因为最近大家都常出国 所以你知道你自己做的是波音还是空中巴士吗 对很多女生来说可能没有这么理解 因为对这种交通工具的这种型号不太懂 好其实波音跟空中巴士分别是不同国家的制造出来的 波音是美国的生产制造公司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飞机制造商 市占率也是最高的 那空中巴士就是欧洲的飞机制造商 那我有查一下因为最近新语蛮夯的嘛 新语就是用空吧 它不是用波音 但是张国伟是波音迷 为什么呢我有查了一下 我真的还蛮有兴趣的 因为新语刚开始在创业 所以空吧的溢价空间比较大 所以就算是波音迷的张国伟 他都必须要小小的舍弃一下自己的这个兴趣 好那我们就来仔细的讨论说 空吧跟波音之间的比较 但是我必须说现在空吧蛮厉害的 我们先看到右下角这一块 2023年第一季 他们这个交机127架 那他的订单有一个震荡的状况 但是市场对于新飞机的需求 还是非常强 因为马上就复苏了嘛 因为疫情结束 那旅游开始盛行 就需要用到飞机 那也看到说空吧 其实在今年的订单架数上面 已经超越了波音 所以大家就开始把这两个飞机拿出来做比较 好我们来看到底起源是什么 其实原本在1970年代世界的航空业 美国的这个波音是占了80% 市占很高 很高那其他的就是法国跟英国 都只有10%以下还有其他 但他们觉得不行哦 跟这么美国那么大的比起来 我们一定要有所突破 所以他们全部联合起来 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共同创立了这个Airbus 要来抗衡波音 那在1973年到2015年的时候 中国大陆有2000多架的民航机哦 你看波音就占很多 对不对 但是这件事情后来有一个反转 好我们来看2004年哦 这两家公司哦 对于中国大陆的市场 其实都有一些布局 那我觉得空吧后来 激起直追很大原因 就是它在中国大陆有布一个产线 哦 有产线就是不一样 对所以其实波音是没有的 大家就说你波音太傲慢了 所以你不在我们这边布产线才落后 所以这个可能是两个在中国大陆 一个突然跳跃的一个问题啦 而且我看年代是在2013年的时候 空吧就已经超越了波音 所以这一年是一个关键 是好那空吧抢下订单之后 他就开始要做一些技术合作啊 还有建一些基础设施跟组团 对好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空吧 空吧的市占率也是慢慢越来越高 但问题是 中国大陆其实蛮厉害的哦 我们常常听到有三个字叫 养套杀 我觉得有点是类似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专家会分析嘛 说现在空吧在那边有产线 对然后呢中国大陆 当然很希望你来我这边 我可以稍稍的学一些技术等等嘛 你看哦这个法国总统马克宏 他在4月5号到7号的时候 曾经去过中国大陆 然后当时就有160架新机 获准生产哦 这算是一个很大的订单 那也包含是美中关系比较恶化 所以呢空吧在中国大陆市场 就可能比较选择欧洲体系的这个空吧 这都是一个问题的显现变成现在的结果 政治因素导致 所以政治真的会影响很多 所以大家不能说不关心政治哦 好那我们再来看哦 他们这个批准生产 所以你可以看到哦 150架的A320 然后10架的A350 然后50架的直升机等等的 甚至他们也开始合作一些 永续的航空燃料 在天津也开设第二条的这个飞机组装产线 听起来觉得哇 空吧蛮厉害的 有掌握到中国大陆市场 但我刚刚不是讲了吗 养炮杀 先养你 再套住你 最后杀了你 为什么杀呢 因为他们发现哦 中国大陆有一个自制的飞机叫C919 结果它跟空吧在天津组装的A320 一模一样耶 哦这个不是我讲的哦 这个是纽约时报报道说的 所以他把产业链组装 拉到中国大陆之后 他是不是学了中间的核心技术呢 然后最后把这些技术学完之后 我就可以生产自己的啦 然后你就可以滚了 我再也不需要你的空吧 哇 是不是有这样的营养呢 布局了 我不知道 但是 这是有可能的剧情 我觉得如果中国大陆是要崛起的国家 这件事情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波音也说这样可能是是福不是祸哦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